从奇怪的猫叫声到吃掉苹果的虫 再到变成冰沙的海浪 这个世界充满着无数我们无法理解的现象 让我们见识到了世界的多样性 你好,我是I.O.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 它们将一万只虫放到苹果旁 结果十小时后返回时震惊了 你觉得什么样的虫能够把整个人生吞掉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最容易学的应该是动物的声音吧 比如牛猫猫叫,狗猫猫叫,猫喵喵叫等等 虽然大部分的猫确实是喵喵叫的 但这位名叫Jack的猫猫却不一样哦 这只黑白相间的小猫就像是猫界的男低音 根据他的主人所说 Jack奇特的叫声是由一种被称为 咽喉麻痹症的疾病所导致的 这种罕见的疾病会使喉部的软骨 在呼吸时无法正常开合 Jack的主人表示 自从Jack进行了第一次手术后 他就开始发出这种非常低沉且独特的叫声了 因此,他想要跟全世界分享这有趣的现象 不过,有些人并不相信 因为根据动物学家的说法 这种像人类声音一样的喵声 并不是咽喉麻痹症的常见症状 事实上,患有这种疾病的猫的叫声 通常是比较尖细而不是低沉的 所以Jack的声音大概是个特别的案例吧 真的有人会不喜欢一份美味的花生酱 或果酱面包吗? 毕竟,这是最容易制作的食物之夜 但如果我们是在太空中呢? 在零重力的环境下 制作任何食物都是一个挑战 因为面包线或调味料可能会飘走 造成设备损坏或堵塞 更别说是在太空船上使用餐具了 不过,NASA远征午时的指挥官 Shan Kimber 向我们展示了太空人 并不只是吃粉末状的太空人食品的 而且,他们甚至可以在太空船上做饭 如大家所讲 他先拿起了一块面包 但事实上,这不是面包 而是墨西哥薄柄 因为所有容易产生大量碎线的东西 是不被允许带上太空的 拿出薄柄之后 Shan便把它粘在了桌子上 这样做是为了防止食物飘走 除此之外 桌子上的其他东西也都被固定住了 如果不是他本人飘起来了 又甚至都看不出 他其实是在零重力的环境上 在他取出花生酱后 他任由花生酱罐子随意漂浮在空中 这看起来真的很神奇 接着,当他把薄柄放下再去取果酱时 薄柄也飘起来了 很显然,在太空船上做饭的难度在于 如何管理好你那乱飘的食材 如果食材很多的话 那我们就算有四只手也不够用 哎呦,真的很好奇 当他回到地球做饭的时候 他会不会觉得有点不习惯呢? 现在,让我们快速地玩一个游戏 请大家猜猜看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一块刚烤好的黑麦面包? 一个发霉了的棉花糖? 事实上,这块看起来有点奇怪的东西呢 是某个人的头发 在知道真相之后 你是不是觉得更奇怪了呢? 如果你很好奇 他在被切成像这样之前的样子 那,这就是他原来的样子 看到这里,IU知道 大家的心里依然有很多疑问 虽然IU也很想知道 他到底是怎么把自己的头发 弄成这种糟糕状态的 但IU并没有在网上 找到任何关于这个女人身份 或她确切情况的信息 不过事实上 有一种称为Polish Plate的罕见头发状态 它会使头发呈现出 类似棉花糖般的外观 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 长时间不梳理、不清洁 或不当照顾头发而引起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纠缠的头发会形成一团 密不可分、潮湿和硬化的头发块 在过去卫生条件较差的时代 特别是在欧洲的农民中 这种情况较为常见 因为那时人们往往忽略了 头发的基本护理 幸运的是 随着现代卫生习惯 和头发护理知识的普及 这种情况 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罕见了 所以大家记得 一定要照顾自己的头发哦 大家家里最冷的时候 有多冷啊 还冷到你不想离开被窝吗 还是会在你呼吸的时候 看到一缕白雾呢 虽然以上的情况已经够冷了 但比起接下来的这个片段 以上的情况根本不算什么 事实上 这是2021年2月 罕见暴风雪期间 德克萨斯州范围内大停电 所带来的一个后果 当时 德州的温度意外地降到了冰点以下 电力需求的增加 导致电网多次故障 于是 超过400万的德州居民断电了 德克萨斯州几十年来 都未曾出现过这么低的温度 究竟冷到什么程度呢 奥斯丁居民 Clifton Highfield 家中天花板风扇上 悬挂的巨大冰柱 就足以说明一切 不过大家可以不用担心 自己的家也会发生这样的事 因为 这种罕见情况 是由于他家中的水管爆裂 并漏水所引起的 所以在冬天来临之前 大家提前先检查好 自家的水管吧 大家害怕蠕动的虫子吗 如果害怕的话 那你现在应该要闭上眼睛了 这个画面 是超过一万只的黄粉虫 在吞噬着一大块窝炙 这个令人感到 有点恶心的岩石摄影 是由YouTube频道 Green Timelapse所制作的 虽然就这么看来 这些蠕动的虫子 好像很快就把蜗具吃完了 但实际上 他们花费了18小时 才将蜗具全部吃完 不过 他们的大餐还没有结束 大家不妨来猜猜看 他们需要多长时间 才能完全吃掉 这个脆生生的青苹果呢 虽然苹果看起来 好像没什么变化 但到这里为止 苹果已经放进去10个小时了 直到30个小时过去了 苹果才慢慢地 陷入虫子粉墓 可如果大家以为 他们很快就会把苹果吃完的话 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 事实上 他们总共花了46个小时 才完全吃掉了苹果 有一双一 他们没有爱有想象中的墙案 其实黄粉虫并不是真正的蠕虫 而是一种假虫 在幼虫时期 他们的样子就像蠕虫一样 幼虫时期的他们 是没有牙齿的 但是 他们有下汗状的苦气 被称为下汗骨 他们会用这个部位 来咬 切和消化食物 而这个画面 就是他们的进食过程了 大家在动作电影里 应该看过很多爆炸的场面吧 不过呢 爆炸还有一个 你之前或许从来没看过的兄弟 那就是 内爆 在看到这个场景之前 大家可能以为 只有一个超大的巨人 才能像鸭饼一个可乐罐一样 鸭饼这辆列车贯车 但实际上 这比看起来要容易得多 而这一切都与压力有关 通常情况下 罐内的气压和罐外的大气压力 是大致相同的 但如果把罐内的空气抽走 平衡就被打破了 这时候 罐体上方有压力在施压 但内部没有压力 所以没有东西 可以与上方的压力抗衡 这就导致罐体很容易坍塌 如果要防止这种情况 罐币的结构完整性 就变得非常重要 但是要抵御所有的大气压力 它需要比这个罐车 更厚且更强的强体 例如潜水艇那样的结构 才能做到这一点 说到这里 有人可能会好奇 列车罐车里的空气 是怎么全部被抽出来的吧 事实上 这个罐车是在 真空安全阀失效后 发生内爆的 真空安全阀的作用 是引导空气或液体流动 进而在罐内 形成一个稳定的真空状态 但这个装置一旦失效 罐车内的所有空气 都会被抽出 在这种情况下 大气压力会立刻作用于罐车 导致它瞬间就被压变 大家喜欢爬山吗 如果你喜欢爬山 那你肯定爬上过山顶吧 山顶除了非常好看的景观 和高海拔之外 在那里 你可能还会遇到 另一个现象 那就是静点 在这个影片中 这些人爬到了 哈萨克的 Aktow Mountains山顶上 如大家所见 它们的头发 都因为静点而竖起来了 不过 这并不是静点 唯一的副作用 如果大家亲自去看这个影片 你就会在影片里 听到一个 奇怪的嘶嘶声 那其实就是静点的声音 那么 为什么山顶会有静点呢 首先 由于高海拔地区的空气 通常比较干燥 而干燥的空气 不利于静点的流失 因此静点 很容易在这里积聚 其次 高山区往往温度较低 低温环境 会减少空气中水分的含量 所以只想进一步导致静点积聚 接着 因为高山顶部接近云层 特别是雷暴云 这些云层中的电荷 也可以增加周围环境中的静点 就这么看来 静点并不危险 对吧 可大家都忘了吗 静点也是雷电来临前的征兆 这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这时候 我们应该避免在山顶或开阔地带 这些地方容易成为雷电击打的目标 此外 请一定要远离独立的大树 电线杆或其他高耸物 这些物品也同样会吸引雷电 另外 大家在上山的时候 尽量不要携带任何带金属部分的物品 比如登山障等 因为金属是导电体 也有专家表示 如果我们的头发已经竖起来了 那我们就不能跑了 因为跑步会形成跨步电压 反而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伤害 这时候 我们可以尽量蹲低身体 以最小化自己与地面的接触面积 这样可以减少被雷击的风险 大部分植物都是物害的 但有一种植物 一旦不慎接触 就可能让我们感到相当不舒服 那就是 Jumping Cholla 仙人掌 这种来自Cylindra Punsa 属的仙人掌 能够给人造成极大的痛苦 它们的生长范围 从美国南部 延伸到墨西哥 南美洲 和一些加勒比海岛屿 它之所以被昵称为 跳跃胆仙人掌 是因为它似乎真的能够跳到 不幸于它擦身而过的任何人身上 但事实上 这是因为仙人掌的许多部分 非常容易分离 所以人们经常没有意识到 自己不小心碰到了仙人掌 并错误地认为 是植物自己 跳起来攻击它们 当这些2.54厘米长的刺 刺入我们的皮肤时 我们应该使用工具 来移除掉它 而不是用手 就像这个片段中的 这位女士一样 因为 如果我们用手来拔掉的话 它们的倒沟 可能会进一步迁入 甚至是直接 黏在你的手指上 幸运的是 这位受害者 成功地摆脱了 植物尖刺的束缚 现在 还有人觉得 穿鳄鱼鞋去沙漠 是个很好的选择吗 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 到底是先有鸡 还是先有蛋 但在2018年 中国的学生们 创造了历史 他们在蛋壳外 孵化出了一只活鸡 这种无壳孵化的 背后科学原理 出奇地简单 如果满足适当的条件 带壳或不带壳的蛋 都能将小鸡孵化出来 但要实现这样的条件 并不容易 中国农业大学的 生物学教授 李赞东解释说 蛋壳充当鸡蛋的屏障 抵御真菌 同时 也为小鸡提供额外的钙质 而在蛋壳外孵化小鸡 几乎就像是 拯救一个早产的婴儿一样 它需要完美的条件 和仔细地观察 首先 他们先将鸡蛋中的内容物 倒入一个装满钙 和蒸馏水的保护膜中 以创造出一个 类似鸡蛋内部的环境 然后 他们将这个膜 放到一个杯子中 并封闭起来 之后 将它放入孵化箱中 密切观察 约21天 两天之内 黑盘发育了 心脏也逐步开始形成 而随后 血管 眼睛 和排泄肺物的尿囊 也开始出现了 接着 小鸡继续成型 直到第二周结束时 它开始有羽毛和脚狼 最终在大约第20天 完全成型的小鸡 用肺刺穿了胎膜 开始启动肺呼吸 这是很关键的阶段 即使是正常孵化的小鸡 在这一阶段 也有一定的死亡率 到了第21天 它的肺呼吸 已经发育得比较完善了 而它也已经做好 出来的准备了 天哪 生命真的是个很奇妙的东西啊 大家有看过天鹅过马路吗 没有 那请看看 接下来的这个片段 如大家所讲 在澳洲维多利亚 玛丽伯勒陈 有一家天鹅 在用人行道过马路 虽然在过马路时 它们确实需要路人的帮助 才能安全地到达对面 但它们始终 没有遍离人行道 就像是明白 那些大大的白色条纹 是什么意思一样 据当地居民说 这对天鹅爸妈 和它们的四只绒毛小天鹅 在镇上 已成为常见的景象 前往湖泊的途中 经过城镇 而小天鹅有时还会停下来 在沿途的水坑里泡个澡 有一说一啊 这些天鹅 比爱有见过的一些人 还要懂得遵守公路规则 大家害怕蜘蛛吗 如果你的回答是害怕 那么穿越这片区域 可能会是你人生最大的挑战 虽然乍一看之下 这好像是一层 薄薄的闪亮火纱 但新西兰 Papamoa的这个足球场 实际上布满了蜘蛛 这个现象是在2017年时 被头朗家居民 Tracy Maris发现的 而这段时期 大约是新西兰 遭受Cyclon飓风袭击的时候 根据蜘蛛专家的说法 当地区发生洪水后 蜘蛛就会寻找更高的地方 在这过程中 附近就会出现很多个蜘蛛网带 这种行为被称为飞航 指的是某些不具有翅膀的解肢动物 借助自身产生的细丝 进行远距离扩散的一种行为 在需要繁殖 寻找食物和气息地的时候 它们就会进行飞航 在起飞前 蜘蛛会先爬到高处进行预飞航 它们有两种预飞航模式 一种是脚尖式 就是爬高后放出蛛丝 另一种是飘法式 蜘蛛会先用蛛丝降到一个高度 然后再释放蛛丝进行飞行 通常同一种蜘蛛 只会用一种预飞航模式 如果天气条件合适 蜘蛛可以在6小时内飞行30公里远 此外 它们在水平方向上的连续飞行距离 可以达到3200公里 而在垂直方向上 它们甚至能飞行到5000米的高度 整体而言 阶网型蜘蛛的飞行频率 高于游猎型蜘蛛 飞行中的蜘蛛 能够透过调整蛛丝的长度 来控制飞行距离和降落点 然而 由于气流的影响 它们对飞行距离的控制 可能会有所不足 现在 IU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请问 鸡到底会游泳吗 不知道 那我们就一起来找答案吧 如大家所见 这位男生也和我们一样 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于是 他把一只鸡 放进了泳池里 当男生放手时 这只鸡好像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进入了泳池 它漂浮了几秒钟 然后才扑腾回来 事实上 鸡并不像鸭子那样 适合游泳 因为它们没有铺状的脚 也不会分泌出防水油 来覆盖羽毛 而且 它们也缺乏在水中 保持平衡的能力 不过 虽然它们不擅长游泳 但这并不意味着 鸡一下水 就会像石头一样 沉下去 反之 它们天生的漂浮能力 可以防止它们逆水 很多人对电影里出现的小丑 有很深的阴影 有些人甚至会害怕 而从派对上 常见的友好小丑 而这种对小丑的 非理性恐惧 就被称为 小丑恐惧症 那么 为什么很多人都对 本意带来欢笑和快乐的小丑 感到不适呢 人们喜欢待在自己的舒适区 当生活变得不可预测 不稳定 或缺乏安全感时 就会感到紧张和焦虑 所以和小丑互动时 会觉得害怕是正常的 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 小丑们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 除此之外 化妆本身也具有不可思议的特性 小丑们的超大嘴唇 和可怕的眼妆 即便底下的真面目 是个正常人类 也会因为这可怕的妆容 而带给人们不是 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恐惧 所以 如果你想装扮成小丑 来和你的朋友开玩笑 请一定要先确保 他们没有小丑恐惧症哦 世界上有很多奇怪的自然现象 但哎呦达都啊 大家以前肯定没听说过 冰沙浪 这是2015年在马萨猪菜州的 雪鱼脚码头拍摄到的海洋片段 就这么看来啊 这些海浪 有点像牛奶 对吧 那是因为啊 这些海浪 基本上是冻结的 海水的冰点 约为零下两度 而淡水的冰点 大约是摄氏零度 这是因为海水 很有盐分 但是当海水开始冰冻 并且水中形成 被称为冰晶的 真状冰时 盐分并不会冻结 而是从水和冰中 分离出来 由于海洋不断移动 这些冰晶开始相互碰撞 并融合在一起 形成冰沙状外观 只有在温度长时间保持极低时 这些冰沙才会变成冰块或冰片 这种奇特且看起来像冰沙的混合物 一旦触及海岸 就会立即冻结 为海滩带来一种超现实的感觉 虽然这看起来非常吸引人啊 但我又不介意大家 用这些冻结的海水来制作冰沙 除非你喜欢咸味冰沙 如果大家是个合格的产屎官 那你应该知道 让你的宝贝们洗澡有多难 那么猫咪为什么会怕水呢 首先啊 并不是所有的猫都怕水 像阿比西尼亚猫就很喜欢玩水 有时甚至会潜入水中 言归正传 猫咪之所以怕水 是因为猫咪的祖先 早年生活在干旱少雨的地方 因为它们没有进化出 具有防水效果的毛发 吃鹿鹿的毛发 会让猫 在晚上流失大量的热量 那样它们就无法安然无恙地 度过寒冷的夜晚了 你觉得什么样的虫 能够把整个人生吞掉呢 在下方留言 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和接收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 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 脑洞大开吧 拜拜